揮這兩顆 揮這兩顆 聽起來就比較屌 那這次其實一樣啦 就是你今天可能移一個調 你就沒有這邊可以用的 那意義是一樣 用在別的地方 像這個Redmi-ray的地方沒得用 你還是要靠自己的手做Redmi-ray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黃昏的故鄉 這首太好了 把它移成這樣一點 這首有寫前奏 然後這個 所以要從第一行的最後面 手動那邊開始吹喔 這首歌 金座我沒有寫 所以金座完了之後大家就要回第六小節 我寫的比較頭懶一點 中文字幕提供 這應該也是三次音 學生太短都要吹三次音 你要記得從D小節的最後任務 D行最後面開始吹喔 結合了一首舞的歌 你示範著歌 對於是不堅強地 是不堅強地 Zither Harp 好的,这首就长这样 所以你也聽到我做的動作都是一樣的 會加一些佔音或什麼動作 其實像這樣的曲子啊 只要你會佔音 佔每一首曲子的用法 其實大同小異 所以你會發現這樣 剛剛這首吹起來跟這首吹起來的 吹法都是一樣的 這種曲子好的就是這樣 只要一個方法會了 就全部打死 好 再吹十首都一樣 好 我們來看燒肉掌 噢 燒肉掌這首曲子啊 請大家特別注意一下 我這首歌有特別把那個圓滑線畫出來 那圓滑線代表的就是轉音 所以你看像第一個小節跟第二個小節 它原來是什麼 主鼻主彈 對不對 只有四個字而已 可是音這麼多 所以它第一個 主鼻 那個主 就轉一個音 所以這個中間 都跟瑞的中間 不要點舌頭 你看它上面有圓滑線的 就不要點舌頭 因為它代表的是一個字的轉音 所以我們為什麼會有的地方 應該要點舌頭 有的地方應該不要點舌頭 它就是 你如果有點舌頭的地方代表它是字 如果你沒有點 就代表它是轉音 所以這樣才會有分別 所以你看如果我把前面兩個小節這樣吹 你會覺得那個點切的很奇怪 跟這樣喔 跟這樣喔 第二個會比較好聽對不對 因為它是比較連起來的 因為它是 它那個是轉音不是字 所以如果你真的把它點開了 就算你點得很黏 它聽起來還是斷掉的 因為 那你就會覺得很奇怪 因為你知道那個字它是轉音 所以聽的時候你會覺得 欸那聽起來怪怪的 雖然很清楚 但是就是怪怪的 所以像這首裡面請大家注意一下 如果你有看到上面有圓滑的 圓滑線的 中間就不要點舌 但是開頭那個音你要點 所以比如說像第一個小節跟第二個小節 你要點 D D D要點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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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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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